原标题 衣服脏了可以洗 那么皇上的龙袍脏了怎么办 现在的古装剧超多 尤其是以新朝为背景的 想必大家都对这身穿龙袍的画面不陌生吧 过剑华瓣的皇帝应该是近期前面几名的了龙袍穿上身 整个帅到不行 不过其实龙袍有个恶心的小秘密 就是龙袍竟然不能洗 以前没有冷气电扇 夏天这么热流了汗还不能洗 黄色作为帝王专属泳色 从唐朝开始 根据礼记的记载 周朝天子穿的是青衣 到了春秋战国 各国皇帝型号各有不同 李渊建立唐朝后 认为黄色才是皇家尊贵的颜色 于是下令禁止禁士 恕不得以赤皇为一 从此 皇袍成了帝王专属 直到清朝灭亡 封建帝制结束 龙袍基本都是黄色 而龙袍不能洗的原因是因为 上面不只有满满的刺绣 材料还包挂了金丝 蚕丝 孔雀丝 上面点缀的宝石和珍珠不计其数 做一件得费尸一两年 这样的龙 刨放在现代都不可能水洗 更何况 古代没有钱洗 古代不能洗 连车都不行 一般都是行整摊平 或是挂起来摆放 不能洗 那有意味怎么处理 古代有龙袍专属的达理官 负责清理龙袍上的污渍 一样不能洗 而是一点一点小心擦拭 至于意味 一般是处理完污渍后 放在檀香柜中喧香 还可以依据皇帝的喜好更换各种喧香 皇帝也不经常穿龙袍 只有特定场合才穿 例如初询或是重大典礼 清理完的龙袍穿上后 不但不会臭 还会有香料熏香过后的奇香 我看古装剧 怎么几乎天天上朝都穿龙袍 又被骗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